如果是2码的話 第一次9月 第二次12月 如果是1码的話 應該是12月 這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12月降息的可能性 相對比較高的話 它產生問題 現在是6月 6、7、8、9、10、11 還有5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這5個月的時間的話 你都不動了 結果萬一通膨來了 剛剛講的 最怕這邊盤盤盤 盤久了萬一通膨 預期上升很多 那個價格開始上修 那你到了12月的話 累積下來的通膨壓力 可能被逼 聯準會可能被逼得要升息 或者至少口風開始轉硬派 那如果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什麼 更嚴重 我們等一下講 就是資產行情 那麼通膨有降溫 比預期好一些 可是聯準會 反而下修降息 這是我們說的 這次利率最大的選擬 然後其實 這整個5月到6月的話 聯準會照理說 口風應該要改 就是說如果 他要講 如果通膨捲土重來 我們不排除 進一步升息 他應該這樣講 因為這是前提嘛 如果通膨又來的話 我要升息 應該開始要講 這樣的一個表態嘛 沒有 他還在說 我們觀望 就是說 不是看當下數據 而是看未來數據 就是看展望 然後可以 可以等待 觀望 看看 讓數據去發展 他現在這個態度是這樣 那華爾街就說 你沒有要行動對不對 他行情趕快衝啊 然後衝完了之後 你有行動的話 要拉回再拉回 所以為什麼 他這個一出來以後 美股創新高 是這樣來 然後金融市場 對降息有期待嘛 然後有些人認為 聯準會降息 是預防性降息 好 那預防性降息是說 鮮花制人 預防性降息 那這個理論是說 很簡單 你還擔憂 經濟會衰退 所以有可能就提前降息 那我們等一下會說 如果他有預防性降息的話 不是因為經濟衰退 為什麼 股市在創新高嘛 有經濟衰退 股市會創新高 你想想看 我們說他的樂觀 金融市場樂觀情緒 有一廂情願的成分 這個股市開始會進入 聯準會的決策裡面 就是通膨有放慢 但是降息次數被砍 因為他有另外的擔憂 什麼擔憂呢 如果將來論述轉向鷹派 股市可能會照樣上漲 因為在AI浪潮推動下 科技股持續大漲 目前的行情 不是那個傳產金融那些 而是科技股在推動 那科技股AI浪潮是這樣 他的技術跟應用 還在發展 還沒結束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持續 比如說兩三年以上的話 會養成市場的樂觀情緒 這個時候資產平價會被高估 就是說用我們講的 本益別變成本孟比 就是資產平價 行情會泡沫 但是那個技術跟應用 本身會進入生活 不是泡沫 大家區分這個 那現在發現市場走自己的路 不甩鷹派的聯準會 發生過 這個事情發生過 就是在90年代後半期的網路時代 網路泡沫 網路泡沫那個時代 聯準會提前給出鷹派的論述 希望市場不要太狂熱 要降溫 然後喊出了一個叫做非理性繁榮 有沒有講出這個名言 然後來市場不甩 為什麼 那個時候PC網路 在說荒星微愛 大家看到很多未來的前景 不相信夢太美了 我的資產報酬率漲20% 你現在還給我漲個印 0.25%我怕你對不對 所以現在讓我們有一點 回到那個年代 就30年前那個時候 有點回去 就是說因為技術的創新匯合 然後爆發 然後企業的生產率提高 報酬率提高 沒有在擔心你的那個 聯準會的升息 現在 所以原來的那個股市漲 是用什麼 用降息來當理由 現在沒有降息 降息次數少了對不對 那就露出原形 原來是這個 就是市場走自己的路 開始不甩聯準會的鷹派 所以聯準會現在真正 擔心的事情是資產泡沫 捲土重來 對 所以資產泡沫捲土重來 萬一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那他真的被迫升息 那這個事情有沒有發生過 預防性的那個升息 當然有 就是那個葉倫的最後一年 2017年中間升息 沒有通膨 那個時候沒有通膨 他為什麼升息 他在預防這個 然後他沒有講 然後記者問他 我們不是沒有通膨嗎 你為什麼還升息 你知道葉倫碰到這個問題 怎麼回答 對 我們怎麼沒有通膨 不能講 其實就是說沒有通膨 但是還升息 這個事情發生過 因為他要預防這個資產泡沫的越催越大 OK 來 聯準會不能講的有哪些 就是通膨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沒有講的部分 就是他怎麼去看資產行情 現在資產行情走高 會造成樂觀情緒 還有財富效應 對 財富效應就是你的資產增值以後 你會比較敢去消費 敢去投資 旅遊變多了 包包多買幾個 牛肉麵多吃一碗等等 然後這個會推高總需求 這支撐通膨在高位 現在聯準會對通膨的描述 就通膨確實有大幅放返 但是仍然在高位 那你只要行情走高 會對通膨這個有力道支撐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要升息的話 真正原因是對抗對抗泡沫 預防的是金融系統性風險 不是在預防經濟衰退 我們之前在這個節目 講過一件事情 升息跟降息不同的邏輯 升息毫無疑問是對抗通膨 可是降息有時候是對抗這個 對抗泡沫化 對抗金融系統風險 不是因為經濟可能衰退 它降息不是 是因為這個它才會降息 好 股市看降息的微妙關係 目前股市走高 要靠降息才能夠續漲 這是第一種論調 後來慢慢的會 也是漏線開始出來了 就算沒降息 只要有AI浪潮 那麼會持續個三五年的話 那足以讓股市去漲 從現在開始 慢慢的 對 就是金融市場 慢慢的被逼出原型了 表面上它說我們需要降息 才能夠讓美股繼續漲 那個上漲對不對 現在發現了 你不降息我照樣漲 就是慢慢的大家原型壁錄了 所以聯準會沒說出口的 更重要是指它無法控制資產泡沫 萬一資產泡沫失控的話 那沒辦法 它只能升息 所以股市續搶的話 會提供財富效應 刺激種需求 對通膨構成支撐的力道 在這個背景之下 聯準會的決策會變複雜 不是只考慮通膨的中期走勢 而是還要對資產泡沫先發自然 就是要預防性升息 而不是預防性降息 您覺得美股這個多頭的Party 還會開多久 我們如果套用一下網路時代 1995年Windows 95出來 到2000年泡沫破掉 整整差不多五年到六年時間 那我們砍一下的話 大概如果還有兩三年的話 美股在漲 台股一定被拉起來 被拉著跑 將來一定泡沫化 行情 但是技術跟應用 會留下來走路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泡沫化 它是指行情 資產行情 但是那些技術 那些應用 會推升人類的生活 是 但是沒辦法 資產評價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會被高估 會被樂觀情緒 那個泡沫化 是 但這個泡沫一定會修正 然後修正完了之後 人類的生活 會進入技術革命的黃金年代 是 了解了 謝謝江老師 非常精闢 請先回座了 這個資產泡沫一定會出現 但是目前才剛剛進入這個 就算沒降息 AI量潮可以持續三到五年 接下來哪一些族群有機會 休息一下 可可老師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您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